这个2011年就是一个兔年 兔年你们的感觉怎么样 是兔的本命年 不是兔的本命年 我是说这一年 你看是那天我们公司开会 我们老板刘长乐先生还说 他的本命年 这个兔年是他的本命年 今年十大流行语排在number one的 就是不管你现在 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这句话我考证了一番 你知道这句话原来谁说的吧 你知道这句话处处是谁吧 那个铁道部新闻发言人 不是更早 毛主席说的 是吗 对他在1945年的那个七大上面 在七大上面 他大家那个时候在怀疑斯大林 会不会支持中共 因为斯大林同时他也支持蒋介石 那个时候 所以所以我说毛主席就说了 这个你看许哥会后来有个片子 就讲毛主席他在片子里头就拍出来的 毛主席说 就是说书他说 斯大林会支持我们的 斯大林是我们的朋友 你们信不信 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信 毛主席说了这句话 然后呢 他这个句式呢 又有好多次 我后来写了篇文章的 我一个一次是考证他 有五十年代有一次 他跟是前伟长吧 讲这个原子物理的什么什么现象 就是说到什么东西的最小不可分了 那科学家讲完了以后 毛主席说 按照这个对立统一的哲学观来说 就像你讲科学 我讲哲学嘛 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分的 然后那些科学家都 据回忆的人说 大家都很认真的听着 你们信不信啊 反正我信 诶 徐老师这个考证好 这个句式就是他来的 当然这个语境不同 不能随便联想 但是他也代表了一个气势 你仔细想一想 他也是 很符合他的性格 是 很符合他的性格 就是信呢 当然很重要啊 那个信则有 不信则无啊 你不说别的 你主持节目 我相信我能主持这个节目 我就能主持 我要不相信呢 我就当时就完蛋了 我的感慨 我的感慨倒不是语境 而是说话人的身份 一句话 看什么人说 明白没有 这个人说出来就是伟严 那个人说出来就是笑话 那当然了 徐老师 你说的这都是常识 但是广美 你今天听到这个大陆的 这个中老年男人 津津乐道于这些个事 是不是你听着 有一种陌生感呢 什么比如说毛泽东啊 或者说是什么建国后 什么这些 这些大跃进啊 不算太陌生吧 我来的也 在那里也住了将近四个年头 而且我 我先生以前是学党史的 所以 我就问你这个呢 经常还是要给我 你听见之后 你会有什么感觉 你知道大陆 有些中老年男人 是政治狂 这个政治狂 就是特爱聊这个党史 爱聊这种 甚至是当年国共之间的 这个这个这个事情 特别是有时候 见到台湾女同事啊 格外爱跟他们说 你们怎么怎么样 我们怎么怎么样 而且他还喜欢跟我求证说 我们当初学的是 降降新闻 那你们当初学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基本上那个背景啊 事情都差不多 但是那个可能 层股不同 一个共匪 一个讲匪 对不对 就是这个主角 就是对换而已 这样 没错 你既然说到这儿呢 我也就跟你说说 我刚从台湾 我在飞机上呢 拿回一份反党报纸 不不不 应该是吧 繁体字报 繁体 繁体字 繁体报纸 自由时报 很绿的一份报纸 很绿的这个时报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作为一个路客 大陆人 我感兴趣呢 因为我看这一篇评论 我给大家呀 说一说这个事 大家可能会觉得啊 挺好玩 这是典型的 这个绿党的 这个文派的 这个评论 他说啊 我挨了一记中国拳 他说几天前 我被一位中国客 打了一拳 然后呢 大家看看 这件事 到底是单一个案 还是个取样代表 我就说啊 这个两岸的文风啊 这种啊 以点待面 胡乱联系 上纲上线 是非常相像的 他说的很有意思 他说他到便利店 买一份报纸 正准备结账的时候 后边有人拿了一份报纸 放在了柜台上 然后呢 人又排到了后边 于是呢 他呢 就是这个店员 没看清楚 谁先到 就摆在桌上 两份报纸 一份他的 一份后面那人 就犹豫难决 我于是呢 把那份插进来的报纸 拿起来 交给背后 那位先生说 请你不要插队 请你排队 忽然 他大声吼起来 我哪有插队 我不是排在你后边吗 是吧 我只是把报纸放在前面 我人排在后边 然后呢 他就说 我不甘示弱 说你的人是站在我后边 没错 可是你要结账的东西 却放在了我的前面 我心想 这时候他心想 这种两面手法的中国功夫 可真厉害 我不禁联想起 马英九的竞选手法 也有类似的中国功夫 选战当中 一边喊台湾加油 台湾一定赢 实际却是朝一个中国迈进 他是因为是民进党的 然后呢 说就跟那位这个 中国大陆客 就跟他两个人吵了起来 他就说 我再还以颜色 说我们台湾 不会插队 请不要把中国人的坏习惯 带进来 中国客质问我 什么叫你们 什么什么台湾人 你不是中国人吗 我立刻回话 说我是台湾人 中国客更加咆哮 台湾人的脸被你丢光了 然后 一圈 说这大陆客 揍了这一圈 然后这人 就写这个评论 然后呢 你看 他说 这个 挨了一圈 还赚了稿费 没错 他说这个 我回话 不是 他挨了一圈 他当时还回了一句话 也挺两岸的 他回了一句什么话 你们中国人 只会用武力解决问题吗 我估计这就是写文章的时候 加上去的 挨了一圈 还会讲这种话吗 电力店呢 跟一个中国游客 看来发生了这么一个冲突 一个冲突 可是你看 我就觉得这个里边就反映了人的认知看法和文明习惯很多都不一样 因为平心而论 我知道这个大陆客不是不排队 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咱们过行李的时候 行李太重 那么我把行李放在这个最前队 但我人在后边排排到我 我再去买单 可是你看 两下里啊 就发生误会以后 最后就变成这个全都相见就能够 而且最重要的是马甄 这次马美说说 你是台湾人 对不起啊 就说我 就算你不告诉我这是一份绿报纸 但是就是说 如果我看到这么一份报道的话 我觉得就是做出来 就是香港人说做出来的嫌疑是比较大的 因为你也不可能去查这件事情 是真是假 但是台湾人 以台湾人的那种性格 第一是 台湾人不太敢有人插队 这是真的 第二 就算真的有人插队 就是像你这种举动 很正常的 不会有人去 赶过来拿回去 是 我觉得这是很上岗上线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在台湾是不可能会发生 而且你知道 因为台湾现在便利店 是不提供塑料袋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时候你东西买得多的时候 你是根本就拿不住的 那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呢 你就是先放在柜台上面 你先放一下 这有什么大不了 我不会因为说我先解放一下 就代表说我有插队的企图 而有人会说不行 你拿手上你要拿回去 我觉得这个 所以这反倒是看出了民进党图的 个别民进党图的神采 我觉得这个是有政治目的的 有政治目的的 你懂得 最敏感的就是说 这个情况常有 甚至在香港都有 香港有些人习惯 他倒不是像民进党这样绿色 但是他们在称呼上会说 我们香港人 你们中国 但是内地来的人 就对这个非常敏感 就包括我们有时候说话不小心的时候 你不要说中国 这个你不是中国吗 所以这一条呢 我相信 所有内地区去的游客 如果有人点着他一定说中国中国的话 他会有愤怒 我觉得这个是 我在台北的时候 碰到一个民进党的跟一个日本人 全民进党的日本人 民进党的人跟一个日本人在那里喝酒 杨泽陪我 一个台湾的文化人陪我 后来他就拉我走 因为那两个人喝醉了 就在那里说 中国啊 多少年来打仗 都是打输的 你们有打过一次赢的吗 就在那里 就是一口一口的 他们特别喜欢讲中国 我发现就两个地方 一个是我们的政治节目 什么事情都是中国 对不对 唱歌就是 我是中国人 就好像天下最了不起 那边呢 就把什么坏的东西 都用中国贴个标签 我觉得这是很小的人事纠纷 就是一个社会文明的问题 上升到政治层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 上线上线 但愿不要变成 真的大戏都是这样 那是很可怕 有的时候是挺爱 咱们的人民是挺爱上纲上线的 我有一次在那个哪啊 这个罗湖海关 还见到这么一个 大概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华人 早年出去的 回来 其实也就是过关呢 大概是有点什么不方便 哎呀 我听到在大厅里 他发表了一通啊 这个反共演讲 还是什么的 我听到他说 你这都不为什么 这个不回中国来 就是你们这么办事啊 你们就给我们 这个找麻烦 然后最后说到 这个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你知道吗 哎 这种其实不外乎 就过关 可能费点事 你看 但是 这个 所以谁说咱们没有政治这根弦啊 这一点就都就走 是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载了 政治咱们也不要谈 就是咱们还是谈谈流年不利 我就你看 徐老师是这个感觉 一年的都是交通事故 我觉得今年是死亡年 真的是死亡 你看是多少大人物 不去评 乔布斯 卡利亚 不是卡利亚 利比亚那个卡扎菲 金正日 拉登 哈维尔 哈维尔 对 都在今年 是吧 所以我觉得今年是死亡之年 还有结婚之年 是吧 那个英国那个 那个王子的大婚 然后其实在咱们演艺圈里面 很多人都结婚 没错 没错 但是你看 广美就明年了 是吧 广美 广美